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你讲讲忧愁 忧愁是人生的一部分 因为你不如意 你就继续会估计 接着会不会都是这样呢? 这个就是最糟糕的问题 你不能将忧愁变成 就像某特首所说的 个别事件 忧愁是否等于 接着都会忧愁 明日后日都会忧愁呢? 耶稣说你不要为明日忧虑 可能明日都会忧虑的 不过今天忧虑你先搞定 今天先 你受不了这么长的忧虑 你很快就会弃权 想自杀 但如果你说我逐天看 怎么逐天看 我想如果你认识我 我听过YouTube 你知道我太太过了身 她是胰壮癌的 两年的时间 我们星期日下午 如果不是下雨 一定去小西湾看日落 小西湾日落很漂亮 虽然我相信 虽然碧瑶是最漂亮的 但虽然也不输得很远 每一次在日落的时候 看着一个很漂亮的太阳 慢慢降落的时候 我太太跟我说 哇 很漂亮 我的反应就是说 你这些上帝创造的不只是 日出很漂亮 日落也很漂亮 证明生命由开始到完结 上帝都不放过 让你看完全部漂亮的东西 最美丽 在最后都是漂亮的 但是很有意思 像一个癌症的人 最后都可以很好的 我想有时候 这些是一些情绪可以做的功夫 多点想想你遇到的人 遇到的事 遇到的景物 有什么提醒你 生命里面有美丽的东西 你尽量去找 你看 你的脑子就会拥有了很多 像上宝那样 很多很漂亮的景 这些已经足以令你觉得 生命很好 很值得享受 那你就很不同了 如果你经常留在一些很优秀 你不看这本《上宝》 你觉得你没有拥有了开心的东西 你有的就是眼前激你的人 其实对你没有益的 所以我经常觉得除了平静 你还要储蓄 储蓄一些好的经历 多点说 当你每一次说 你会发现自己拥有了 你说你就拥有了 譬如你说五样 你生命里面是很开心的东西 你说完之后你会笑的 还有你笑到的地步 是说完了还会笑的 因为觉得自己拥有了 但你不说 你不觉的 你会慢慢觉得 我看到的东西是很多不开心的东西 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人 我很喜欢遇到一些人 令我觉得很值得学 毅力的人 毅力的人 有一年我遇到我 小孩的时候 我的主学先生 他在加拿大住 他再回来 他想不到我正在教主学 他突然来教会 听我说 说吓得我死 我当时小的小的主学先生 看我教学 他已经是78岁 但他很精明 他一个退休校长 结束之后 他就托我 尔德尔帮我买几本书 寄去加拿大 我好啊 他给你书 然后他说 你觉得好吗 你还帮我买其他一些 我好啊 接着我很有兴趣问他 买来你自己看 他说不是啊 买来我刚刚 找了一个计任人 帮我继续在教会的 我说哇 这个年轻人有福了 给你教 他说差不多了 我说多少岁 七十岁 哇 七十岁 78岁 找一个七十岁的 也挺合适的 但是 但是 你听这些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看来就是 竟然间 七十岁 还有人 去密释到 觉得有资格 去做重要的事 我相反 我问问你 我想你很年轻 你也很少想这个问题 你流行看电视呢 看到一个 少少出名的人呢 如果说刚刚小小的 你不流行很快 看看他多少岁 你不流行 就是你年轻了 如果你到五十岁 你开始流行的了 就是看他多少岁 就是 不看由是可 一看就觉得 哎呀 糟了 我还差一年而已 就是 这些感觉呢 年轻人是不会的 如果你二十多岁 你不会看这些东西 但是你到了四十几岁 你一定看 你爸爸一定看 你一看 哇 那就去了 我还多了他 两三年 他很快就不会很开心 你突然间 那分钟 会涌起念头 哎呀 人真是 很坏不埋 自己都大窝口站 差不多全弯了 就是 这个感觉 突然间会走出来 哇 害怕了 一个站就到了 这样 你真的要靠 看一些 顺着 这些感觉的东西 就看一些 七十八岁 他起用一个七十岁的 他信任他 他鼓励他 继续做他的东西 如果不是呢 我怕你的情绪 很容易觉得 反正都差不多了 算了 今晚一刻 睡起来吧 你呢 你今晚就不会 你不会来讲福堂了 是吧 所以你想想人生 千万不要让你们眼睛 停留在过分 很破坏性的感觉那里 有多少破坏性 就有多少正面的 赚回来 要不然 你有危险 因为人的思想 无论你读大学 研究院 读多少书都好 你都不及情绪 这么快触动到你 你再想起 老师教什么 那本书教什么 太迟了 你想不起了 你那个担心 你那种生气 已经出来了 已经免得想这些东西了 这个是真实的 不过呢 我又讲一个安慰给你们听一下 我觉得情绪是很好的 上帝没有弄你 因为情绪最美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用来帮人的 这个帮人比你有多少知识 我举个例子 你有没有想安慰个人 而那个人后来告诉你 幸好你那天在我身边 说这番话 哇 你自然觉得 自己都 心里面笑出来 那天这么有意义 好吗 安慰的人 不用读很多书 真的不用读很多书 所以没读过书 也没问题 没问题 控制室那个男士 她的女儿是我 契孙女 她的孙女 既然可以在她做很久的训练 星期六 星期日她要上下午工 既然我契女儿告诉我 我听到 睡觉的时候 直睡到天亮 中间都不醒 不想爸爸被他炒醒了 翌日没有精神 哇 我听到这个 真的很难忘 一个九个月大的 都感觉到 不想让爸爸睡得不好 自己用心睡 唉 唉 你只想想 我第一次听到 就觉得 哇 原来 烤信是九个月大开始的 虽然这个没有科学根据 但当我听到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 我看到安慰 就是 你看到生命里面 连这个孩子也会安慰到你 对吧 但你要反省自己 当我们读这么久 有没有一个寶寶安慰人的那种心肠呢 有没有呢 这个是 从头再醒 我给你讲一个安慰 我下星期三去美国 每次去 我都会去一次芝加哥 就是三万事再算去 芝加哥是我 一个令我 你可以说很有情绪力量的地方 因为里面有个男士 在几年前跟我聊聊天 我每一次去都想见一见她 就是因为她太太突发 一个急症死了 那当时牧师就叫我 去跟她聊聊天 那我很乐意 因为我太太也是她小的 那跟她聊聊天 都可以大家都有些投契的 所谓话题 我一直都在想着 一个男人 如何面对呢 因为我的确认了一些人 超过十五年 配偶去世 到现在的情绪 都是不稳定 很不够 那我预认了这个 可能很不够 那什么事 就是跟她吃饭 如果吃完饭 她跟我说 她说 牧师叫你找我 其实都不用找了 我说什么事 我每天看不开 就不用找 那她说 我没事了 那很奇怪 她看哪个医生呢 或者是否 芝加古都有啟道中心 不同 那她跟我说 她说 因为我找到一件事 就是在我太太过世之前 都未知有癌症末期 他们就去一间 基督教书室 去看一些纪念品 看到一张生日卡 这张生日卡 就很漂亮 于是她的太太就说 我要买这张卡 给我的大儿子生日的时候 送给她 那男人就说 哪里有人 几个月前 买好生日卡 这卡 这些纸子就变成黄了 那女人就说 我怕卖了 怎么办 当然 这些照片 当然是女人赢的 这次那女人就买了 买了 拿回家 那男人就忘了 那件事 后来 这个女人就证实了 末期癌症 她们是基督徒家庭 后来那女人很快就离开了世界 这男人很伤心 她看着正多黄的一个子 一个女儿 哎 真是 我相信她三十多岁 很难过 就收拾她太太所有的物品 怎知道她看了那张卡 那张卡 原来圣经 在扁头 不怪她太太太那么喜欢 要书一下 叫一章九折 我起没有吩咐你 你要干强壮胆 不要举怕 因为你无论去哪里 也就是说 上帝都和你同在 哇 她看这张卡 整个蛋起 为什么我太太 看出了一张她那么喜欢的卡 准备 几个月后送给她儿子生日 但是她的太太 再不在人世间 但是有句话 留在人世间 这句话的力量很厉害 因为让她的大儿子看回 原来妈妈给了她一句很重要的提示 你不要害怕 因为最陪着你的 不一定是妈妈 是上帝 是永远可以陪着你 就是一句话 这个男人说 我没有事了 原生 没有事了 那一刻我们两个好好谈 我接到原来 我不用去那里的 原来她康复了 第二年我再去 我带一个家庭营 我看到很脆乖的东西 原来这两夫妻好得 还营养了一个 我想是越南籍的 十元儿子 于是有一个儿子 或者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有几个儿子 可能玩来玩去 只有三个这么少 我三个 混在一起 六个一起玩 一个和一个 一样年岁 于是我们两个家庭 就常在一起 她想不到一个这么开心的家庭 是加入了我原有的家庭 这是第二年我看到的情况 我今年再去 我不知道再看到什么 但我需要告诉你 我相信 那件事情 不是你想得这么坏的 安慰的力量很厉害 安慰就是 你会不会不知道 原来迟些 有件好好的事情会发生 当你越发觉的时候 越发觉到 原来上帝没有离开你 还换了一个 很特别的生活 这叫做特别的生活 这叫做特别的生活 就是令到你 有一个新的日子 比以前不差 我看这个儿子 我真的看到 有时候我想起人生里面 如果你多点去想这些问题 可能会很好